欢迎来到小五故事会,今天小五带来陈情令同仁作品。 曲名望线,第七十一集,我如此,蓝湛亦然。 面对金子轩的诚意挽留,金光瑶想去姑苏蓝氏的决心,有了第一次的动摇。 血脉相连的亲情,开始在体内觉醒,让他心生不舍,也无法拒绝。 云梦将士,莲花舞,叫场,一众弟子,蹲马步已经有一个多时辰,双腿瑟瑟发抖,汗流加倍。 偏一眼坐在上手的余夫人,也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,咬日后曹牙继续坚持。 这个时候求情,只会延长练功时间。 紫渊,一声低沉浑厚,富有雌性的男生,在叫场门口响起,一众念了霸击的云梦弟子。 精神为之一阵,他们的师父,回来了,回来了。 看到那抹渐行渐进的高大身影,于紫渊眉目之间,不由自主地浸染上一抹温柔。 恩阿娘,于夫人,我回来了。 夫妻二人四目相对,只手相看,还没来得急速说几日不见的相思之情。 两个明晃晃的大灯泡,就从江峰眠背后蹦了出来。 一个笑意浅浅,一个笑叶如花,两个同样玉树临风的少年郎,没有一点自觉性的处在眼前。 你们两个皮猴,离家好几天,还不赶快滚回去休息。 走,走。 还有你们,大师兄回来也都坐不住了吧? 走,走,都走。 都走了,我眼不见为敬。 于紫渊做了一个,摆手送瘟神的动作,将这一大群暗眼而不自觉的家伙,赶出轿场。 师姐,我,我有见识。 想,想,想和你,商量一下。 入夜,魏无羡摆脱师兄弟的纠缠,趁人不注意溜到江彦离身边。 怎么了,说话吞吞吐吐,可不是我们家阿仙的风格。 江彦离抬手,将魏无羡额前的乱发不道而后。 师姐,我,我有喜欢的人了。 难得,自诩脸皮厚度天下第一的怡灵老祖,十分罕见地露出一抹,甜蜜又羞涩的笑容。 这是好事,不知是哪家仙子,有这么好的福气。 师姐,是不是,只要线线喜欢,你和江叔叔,就会喜欢。 那样一个美如冠欲的美男子,雅正端方,紧行寒光的角角君子,愿谁也会喜欢的吧。 阿仙,我们家没有那么多的规矩,只要你喜欢,只要是正经人家的孩子。 莲欢物就是他的家。 师姐,他是,是。 姑苏蓝氏的蓝湛,蓝旺鸡。 师姐,他是,是。 姑苏蓝氏的蓝湛,蓝旺鸡。 什么? 纵是江艳迷平素里温柔端庄,闲净如水,也没能扛住这个名字,给他带来的震撼,惊呼一声。 手中的莲子散落一地。 师姐,你小点声。 江城他们,还不知道。 微无限抬眼四下打量了一番,见江城一伙还在一旁喝酒划钱,并没有注意到他。 这才把心重新放回肚子里。 阿谢,蓝二公子虽说样样出色,无论人品、家事、修为还是样貌,都好到让人无法挑剔。 可他,终归是男子。 江艳离拍了拍魏无限的肩膀,示意他跟自己走。 这里人多嘴杂,实在是不是和姐弟之间分享什么小秘密。 穿过长长的水上竹桥,二人来到一处位于湖水中心的凉亭,这里三面环水和香萦绕。 的确是一个可以诉说心事的好地方。 师姐,我知道蓝湛他是男子,可这并不重要。 师姐,我不是断秀,蓝湛也不是。 也不是我们有什么特殊爱好,更不是为了寻找什么不同寻常的刺激,不是都不是。 他是和我灵魂相互契合,是和我能够心有灵犀,心灵碰撞的那个人。 我喜欢他,他也喜欢我。 魏无限坐在梁亭边,心中千头万绪,剪不断,理还乱。 江叔叔和师姐会不会同意这个问题,第一次摆在他面前。 若是师姐和江叔叔都不能接受的话,那个刻板迂腐,没守成规的蓝老先生,就更加不能接受。 蓝湛回去之后,又将面对什么样的狂风暴雨? 姑苏蓝氏,家规孙颜,会不会把蓝湛关进戒律堂打板子,然后给他进足? 阿县,魏叔叔,可是只有你一个儿子。 江彦离在魏无限对面坐下,目光悠悠地望着月光下,波光灵灵的水面。 师姐,我和蓝湛认准了彼此。 这份感情,是非他不可的。 若是,不能和蓝湛在一起,白头偕老,我宁愿孤独终老。 我如此,蓝湛亦然。 魏无限微微仰头,望着长空的一轮明月。 这一刻,江彦离心中那根,要棒打鸳鸯的棍子,再也挥不下去。 这个孩子,从第一天到莲花屋开始,每天都是一张笑脸,奶乎乎地笑,嘴嘻嘻嘻地笑,纯凉无故地笑,甚至憨态可惧地笑,都明媚地恍人眼睛。 何时,有过孤单落寞? 明眸望月的魏无限,身上莫名有种沧桑感,是一种历尽生死。 看透事态炎凉之后的无语和淡薄。 那双原本波光流转,星辰熠熠的眸子里,星光暗淡到让人心疼。 谢谢,你真的想好了。 之前,你不是最喜欢招惹那些年轻貌美的小姑娘吗? 是姐,我想好了。 之前,我是很喜欢招惹那些小姑娘,也陶醉于那种被追捧的感觉。 可我,却从来不知道什么是仍然心动,什么是魂牵梦营。 自从遇到蓝湛之后,我才清楚体会到,一个人的心,还可以为另外一个人悸动。 之前,不明白,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喜欢金字轩那只,我和江城都不喜欢的花孔雀。 现在,我懂了,什么是情不知所起,一往而生。 一个人一旦入了眼,入了心,就再无不好。 当初,自己在云深不知处大闹异常,搅黄了江金两家的亲事。 虽说不解挨了于夫人辫子,还跪了祠堂,她也从来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。 在她和江城眼力,解除了江艳离和金字轩的婚约,是皆大欢喜之事。 如今想来,皆大欢喜的人,自始至终,大概只有她和江城两个。 先谢,我们家是游侠出身,崇尚书郎磊落。 可姑苏蓝氏,家归孙岩,又怎么允许你的存在? 师姐,姑苏蓝氏的祖先兰安的故事,你还记得吧? 她就是在求仙问道途中,遇到她的命定之人,与之结为道理。 蓝湛,只是效仿仙人罢了,再说,我们。 算了,师姐,时辰不早了,我送你回去。 恩魏无限本想说,她和蓝湛把该做的不该做都做了,蓝家想赖账都不成。 可转念一想,江艳离还带自归中,有些话,还是不要听到的好。 阿谢,这件事容我好好想想,然后再去比拟阿爹。 好,都听师姐的。 万一,到时候江叔叔勃然大怒,师姐一定要护着我。 姐弟二人缓不离去,栩栩低语被晚风吹散。 不行,我不同意。 人身不知处,怒不可恶的蓝老先生,一声咆哮冲上天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